6月26日,今天天气形态,依然是跟昨天差不多,但未来一周五后高温,局部高温36度以上的几率,午后有雷震雨,尤其周四更是大雨几率升高,今天在云林县,台南市,高雄市,屏东县地区也是橙色灯号,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。 花莲县地区则是黄色灯号,温度将更高,台湾各地处于高温炎热趋势,北部气温大致在23到35度,中部24到36度,南部24到36度,东部22到37度之间,户外紫外线非常强烈。 要加强注意防晒,避免长时间在外活动而中暑。 目前由于太平洋高压逐渐消退,东南风吹向台湾,因此迎风面地花莲,台东地区。 恒春半岛的水汽也会增多,局部有短暂偶震雨,各地的近山区地带,午后有局部短暂性雷震雨。 周四,太平洋高压减弱,南方水汽向北移动,台南以南。 台东地区降雨几率将会增加,以上是小粉红为您播报,请多多订阅支持哦。